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焦點轉打 我是今天的主持呂昌冷 美國財政部上個星期公布建議規則 限制及監控美國個人及企業投資中國人工智能 電腦晶片及量子運算等領域 並且規定美國商人及美國資金參與領域交易時 必須提供的資訊及規則行為的細節 繼美國總統拜登在去年8月簽署行政命令 要求美國公司披露在中國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領域的投資 同時直接禁止貿易投資後 美國又再出招 雖然口說不會跟中國在貿易上脫鉤斷鏈 但實際上就在不同的領域上已經大刀斬藍 拜登上個月宣布大幅提高中國產品進口美國的關稅 當中包括對中國產製的電動汽車加增至100%的關稅之後 美國已經移除了中國製造的港口大型起衝機 現在由中國進口的日常用品都實施了限制措施 而美國商人自行到中國投資的自由都增設了大量的關卡 完全是想禁絕中美貿易 美國政府又說美國的資金將會增強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軍事 情報、監控和網絡能力 所以將中國包括香港特區和澳門特區都列入為關注國家和地區 拜登政府一直試圖壓制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技術發展 藉口將這些技術可能會為中國帶來軍事優勢 或者令到中國在電動車等的新興領域佔據主導地位 有吳原公開聲明的美國財政部高級官員向媒體表示 這個規則將會特別禁止美國投資者投資中國的人工智慧系統 因為這些系統可能被用於武器定位、作戰和位置追蹤等軍事應用 美國前財政部投資安全官員露德維格深指出 公司和投資者對新的對外投資計劃必須有更詳盡的了解 當中新增的細節尤其重要 因為私營部門將會承擔和新投資相關的很多負擔 國家商務部就批評美國反覆強調無意對華脫鈎 無意阻撓中國經濟發展 但就限制美國企業對華投資 打壓中國產業正常發展 是典型的犯化國家安全做法 違背兩國元首會晤共識 影響中美兩國企業正常經貿合作 破壞國際經貿秩序 擾亂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穩定 而且明顯是講一套、做一套 美國財政部聲稱對中國高薪科技出口限制只是小院高牆 不會影響到其他中美貿易領域 但這個小院高牆已經擴大到仿如國家公園那麼大 而美國財政部更加輕描淡寫地形容 這些限制所描述的將會是一個範圍狹窄 而且目標明確的國家安全項目 最招在某些人員從事涉及某些敏感技術和產品的活動 但這完全是美國一貫折牙膏式的對華貿易態度 其實美國自2018年特朗普任總統期間 已經對中國進行極大力度的貿易打壓 他當時瞄準的是經濟利益 而拜登上台之後 不單止沿用特朗普的對華政策 而且還加入國家安全因素作為藉口 美國明白中國投資了大量資源發展新技術 美國已經無法持續縱行領先競爭對手兩代左右的出口管制政策 因而改為最大限度的領先 但現在看來這個政策已經失效 中國的高新科技將會超越美國 已經成為了必將出現的事實 問題是在於實現的時間 高科技領域的脫鉤 增加了市場風險和交易成本 長遠而言 拜登政府放棄自由市場的原則 以保護主義作為美國整體對外方針 除了限制美國之外 亦會阻礙全球的發展 今日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讚好、訂閱以及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一至晚上六點 和大家焦點短打 拜拜 嗯